西凡亚书第一章 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 亚玛利亚的曾孙 基大利的孙子 古世的儿子西凡亚 耶和华说 我必把万物从地上完全除灭 耶和华说 我必除灭人类、牲畜、空中飞鸟、海里的鱼 我必使恶人跌倒 我必把人类从地上剪除 我必伸手攻击犹大 攻击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 我必从这地方除掉巴黎所余下的 除掉拜偶像的祭司的名字 以及耶和华的祭司 就是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 那些敬拜耶和华 指着他起事 又指着马勒公起事的 那些转离不跟从耶和华的 不寻找耶和华 也不求问他的 你要在我主耶和华面前肃静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因为耶和华已经预备了祭物 把自己所请来的人分别为圣 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 我必惩罚首领和王子 惩罚所有穿外族衣服的人 到那日 我必惩罚所有跳过门槛的 所有使强暴和欺诈充满主人房屋的 耶和华说 到那日 必有呼叫的声音从渔门发出来 必有哀嚎从新区发出来 必有崩裂巨像从山间发出来 马格提示着居民啊 你们要哀嚎 因为所有的商人都灭亡了 所有撑银子的都被剪除了 那时 我必提灯搜查耶路撒冷 惩罚那些沉淀在酒渣上的人 这些人心里说 耶和华必不赐福 也不降货 他们的财宝必成为略物 他们的房屋必变为废墟 他们建造房屋 却不得住在其中 他们栽植葡萄园 却不得喝所出的酒 耶和华的大日子临近了 临近了 来得非常快速 听耶和华的日子的声音 在那日 永世要哀痛地嚎叫 那日是愤怒的日子 是困苦艰难的日子 是荒废凄凉的日子 是黑暗幽明的日子 是密云漆黑的日子 是吹号 呐喊 要攻打奸城 进击城楼的日子 我要使人受困苦 以致他们像瞎子行走 因为他们得罪耶和华 他们的鲜血必倒出 如到灰尘一样 他们的身体必被遗弃 像粪土一般 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 他们的金银也不能救他们 全地都要被他的渡火吞灭 因为他要彻底毁灭地上所有的居民 真是可怕的毁灭 你灭外面的东西 就要 wolves头 也不能救他们 带阳